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 也是因为声波所产生的一种效应 叫做都普勒效应 那都普勒效应呢 它是因为声源跟观察者之间呢 产生相对运动 那使得观察者侦测到这个声源的频率呢 产生一个高低变化的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呢 我们称为都普勒效应 那我们下面呢 借由这个公式呢 来做更详细的一个探讨 这个FO呢 是代表观察者所侦测到的频率 那Fs呢 是代表声源本身的一个 所发展的一个频率 这是一个定值 固定的一个值 那这个V呢 是代表声波在空气中的速度 这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值 那VO呢 是代表观察者本身的速度 那Vs呢 是代表声源的速度 这都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值 那我们知道相对运动有两种 第一种是相向 相向的话就是互相靠近 互相靠近的时候呢 就是不管是观察者接近声源 或者是声源接近观察者 或者两个互相靠近 这个都是属于相向运动 那相背的话呢 是代表两个互相远离 也可能是观察者不动 但是声源他远离观察者 或者是观察者远离声源 或者两个都互相远离 这都是属于相背运动 那当他呈现相向运动的时候呢 那上面呢是加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当火车的栅栏 已经放下来 在平交道路口的时候 栅栏已经放下来 那观察者是 一定是站在这个栅栏的前面 所以这时候的Vo的话 它是零 因为观察者不可能移动 那火车接近这个平交道的时候 一定会鸣笛 所以声源他本能是在移动的 所以下面是减 那对 那这个时候呢 观察者侦测到的 这个火车的频率呢 一定会比它实际的频率呢 要来得高 那火车远离这个平交道口的时候 还会再鸣笛一次 所以下面呢变成加 Vo是零 Vo是零 但是下面变成加 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时候的Fo呢 一定比Fs要来得低 那这种效应呢 就称之为 这个独普的效应 独普的效应 那如果两个是互相靠近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知道F的话 频率呢 一定永远都是等于速度 除上波长 那当两个互相靠近的时候呢 上面的速度呢 是相对速度 就是V加上Vo 但是波长呢 它是相减 因为当深圆接近观察者的时候 它的波长呢 在递减 所以它是原始的波长呢 减掉因为深圆移动 所产生的这个波长 我们带进去 所以原始呢 会等于V 加上Vo 那我们知道波长是等于 波数呢 除上这个频率 观察者的 就是深圆的频率 那这边呢 是因为 深圆移动 所产生的一个波长 那波长当然是等于 这个深圆的频率 所以就会变成了Fs 那上面变成加 下面变成减 就变成V减掉Vs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两个产生 相向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Fo的话 这边是Fo 抱歉 Fo的话呢 一定会大于Fs 那如果两个是相背的话 上面变成减 下面变成加 所以就变成Fo呢 一定会小于Fs 这个就是所谓的 都普勒效应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现在有两列火车呢 它做相向运动 相向运动 这互相靠近就对了 那当时的声速呢 是每秒350公尺 就是V 那A列火车呢 它的驾驶 听到B列火车的 这个气体的频率呢 是假设它侦测到的是 1200个Hz 而这个1200个Hz呢 在公式里面是代表Fo 因为它是观察者 那现在要求这个B列火车 因为它是声源 因为它是按气体的 那个是B列火车的价值 所以它本身听到的频率呢 就等于是利用这个公式呢 来求Fs 好 所以我们就带进去来算 那这个Fo呢 就是1200 好 它会等Fs 那我们知道V呢 是350 V优质的话是50 那这边是350 那这边是350呢 声源它本身的速度也是50 所以这边是减掉50 好 所以就会变成Fs 所以上面会变成400 下面会变成300 好 所以消掉两个零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Fs呢 它实际上是等1200 乘上四分之三 也就是900 900个Hz 所以实际上这个火车发出来的频率呢 实际上是900个Hz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题 好 我们来接续上一个例题 因为上个例题算出来这个火车真正的频率呢 是900个Hz 那现在如果它远离的时候呢 那A列火车就是观察者 又正它的频率 我们来看看又会变成多少 我们就带进去 所以因为它是远离 就变成这边是900 好 那这边就会变成350呢 减掉50 那这边就会变成350呢 加上50 好 所以这时候A列火车侦测到的频率呢 就会变成900 乘上四分之三 好 然后就会变成675个Hz 所以透过这些例题的介绍呢 我们对都普乐效益呢 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那有关都普乐效益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Up stad 彼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